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我是宋文娟 今早从迷广望出去 都挺多云 其实昨晚和今早都下过骤雨 这些骤雨 主要是由我们的西南边 移来影响我们 而在最近的雷达影像 亦都见到在西贡附近 有些本地发展的骤雨 雨量分布方面 由午夜到7点15分 大部分地区都录得几毫米雨量 但个别地区 例如大婴山南边 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 由于下雨的关系 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不算高 都是介谱25至26度左右 而远一点 在西太平洋上 有个强台风叫南村 预料它在周末期间 会移向九州 如果市民要去九州旅行 要特别留意这个风暴的走势 而近身在华南沿岸 我们受到一度低压槽的影响 而未来的几天 会继续受到骤雨影响我们 那些雨就不会由朝至晚 会下下停下 而至于今天的详细天气预测 就会大致多云 有几阵骤雨 局部地区有雷暴 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 最高气温升至31度 而未来的几天 预料的天气不算很稳定 明天是投票日 预料会有骤雨 但是短暂时间也有一些阳光 大家如果出去投票 记得带一把傘 好了 香港的天气就讲完了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再见